離婚協議生效的日期 就是你小孩子出生的生日 等我們的婚姻結束 我會給你五百萬的散養費 我會證明給你看 最近去對待一個人 不是要有條件的 欣怡啊 我可已經幫你預約了 婦產科的權威好醫師 替你做全套的產檢 在懷孕期間 最好不要有激烈的信心 醫生 這發生第一次是意外 我絕對不會笨到 讓自己再發生這樣的意外 下次除非你懂得 真正你太太懷孕的狀況 否則不要再教我 我跟國客會 標了幾頓的重金屬鞏鞏鞭 現在終於有地方可以埋了 恐怕這孩子出生以前 我就已經鞋毀了薑木桃 欣怡媽媽 小哥不見了 季寶被殺安娜留給 純熙最重要的東西 我死定我完蛋了 你在這個家的身分是什麼 你不過是來這邊生一個小孩 你不是來這邊當少奶奶的 現在天這麼黑 他跑出去守護你重要的東西 那麼誰去守護他重要的東西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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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會那麼想我 雞寶貝一點都不怪 他差一點 雞寶貝怎麼 sog 我来打给你 春夕第一次挂我电话 多久 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 恋爱上上前 到底哪里 如果有教授 我一定要努力 就比他呀 快为我加油 多想在这类 打到他梦里 仔细调查 爱的真可 还有没有副卡 也想拿轻松 把在他心里 洗洗耍耍 不专心的念头 都清楚了 就是九次 我爱他 少了眼皮 会乱插 到他能心里 感应我的想法 满天念着他的名字 一起不恰 就是九次 我爱他 少了头发 会翻唱 到他的想念 每天准时打他 还像冰淇淋在我嘴里共化 就是九次 照顾在你光 在我眼里共化 请坐视频 休息一下 来 快点 趁热喝 来 趁热喝 来 来 来 哎呦 那个 我刚刚啊 刚好我就煮了一壶姜茶 我怕欣怡会着凉 我就刚刚好 就拿进来给欣怡喝 我没有 我没有偷看 我也没有 也没有偷听什么 趁热喝 来 来来来 谢谢奶奶 哎呦 谢谢奶奶 要好一点 还要我忘了 我房间在隔壁 我去睡觉了 奶奶 我是说 提醒你们 现在晚了 要赶快睡 要赶快一起睡 你嘴嘻 欣怡她现在里面 没有穿衣服 你不要让她着凉 奶奶 晚安 晚安 好 好 起来 你要不要喝一口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味道 你是有健忘症 好 时间不早了 你去休息好不好 好 好 走 去睡觉 等一下 我睡沙发 那是你的床 今天这是我的沙发 那才是你的床 去 你是说 你睡沙发 我睡床 她怀疑 干嘛 你要我背你进去 去 去 客人睡 那是个沙发 你可以睡 這是一隻可怕的蝸牛 早一點就被牠攻陷 這隻蝸蝸 千萬不可以被征服了 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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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一天貼近你的心 你開心我關心 一天一地我都能感應 正希 你在幹嘛 等不到雙刺脫流星雨 什麼都沒有 先定然就只剩女棒代替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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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動 看你眼睛 有幸福的倒影 把你的討厭摘幾遍 散到天邊 不要這樣子 我會很客氣 我會很癢 晨熙你不要這樣子 我會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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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真的我不可以 不要 好 晨熙 晨熙我不好意思了 晨熙不要這樣子我 默默晨熙 她可能從妳們太累了 她應該讓她多睡一下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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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在找出夢了 要是真的就好 我行李呢 行李亂丟在地上是要讓我跌倒幾次 我都放到櫃子裡了 記得吃早餐 孕婦不要餓肚子 早 早 早餐我都做了那麼久 都涼了 那位少奶奶還真睡得著 讓她多睡一下有什麼關係 反正我也不喜歡吃她做早餐 以後早餐就麻煩你了 好 甜蜜蜜 我跟你說 師父說這個喜啊 要貼三年才會甜蜜蜜 怎麼樣 昨天晚上有沒有甜蜜蜜啊 還沒起床啊 幹得好 就是要這樣 要讓他累 對不起 對不起 大家早安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明天一定早起來做早餐 少奶奶早 你愛睡到幾點就睡到幾點 你不想做早餐 你就不要做早餐 不用說對不起 說得好 好 我的寶貝醒你 還習慣嗎 習慣 昨天晚上有沒有甜甜蜜蜜 有一點 過兩天 讓晨曦陪你回江湖島 沒關係 奶奶 我不是很喜歡 我告訴你 以後你需要誰 或者是哪裡不習慣 有誰對你不好 沒關係 盡量跟奶奶說 奶奶挺你 謝謝奶奶 來 大家要來吃早餐 吃早餐 大家早 正人你來了 趕快看奶奶早 奶奶早 你來幹什麼 我是來找純曦的 你一定叫欣怡對不對 就是有了技嘉 第十代骨肉的新娘子 欣怡 你可要好好小心身子 你懷的 可是魔法靈 第二順位的繼承人 欣怡她是證人 是秀琳的兒子 是純曦沒有血緣的大哥 大哥好 我叫欣怡 妳好 這麼早來有事嗎 社長 是關於工廠買賣的事 剛剛Steven之後 他打電話給我 吃飯的時候不要談公事 奶奶 我見肚子不額 我先去上班 這樣 一揚冠青 變你他嗎 欣怡 吃早餐 好 賣張不倒工廠的事 我打算還一還 社長 昨天在高爾夫救場 不是都說好了 你為什麼突然改變心意 你不用管 你不用管 這樣要擄導 他會改變心意 難道跟這個女的有關 你還在這邊幹嘛 走啦 好 來 要上班了 不要忘了 今天還有媽媽教室的課 什麼媽媽教室 你忘了嗎 我不是早就幫你預約好了 婦產科權威好醫師的產檢 還有媽媽教室的課 那這個就是媽媽教室的課 你看看 奶奶 沒關係 那個純熙工作忙 我自己去就好了 欣怡 那怎麼行呢 你是準媽媽 她是準爸爸 再忙也沒有比這個事更重要 對不對 你忙什麼 好 奶奶 我去上班 媽 我去上班了 跟奶奶說再見 奶奶拜拜 來 奶奶 二媽 你們慢慢吃 我出去一下喝 媽 好 就甜甜蜜蜜 純熙 幹嘛 你該不會要我陪你去上 什麼媽媽教室的課吧 不是 我 我不是想要跟你說一聲謝謝 謝我 謝我什麼 就 就是我那些行李 謝謝你 讓出一個櫃子讓我用 我 我只是不想再被那些破頭 讓你搬倒而已 你那行頭亂丟 我都不知道跌倒幾次了 對不起 我不是故 你 我拜託你 不要再講那三個字了 你好像唐三張念經一樣 念得我頭都痛了 快去吃飯 好 去 路上小心 拜拜 大哥拜拜 這是房子還是城堡啊 晨熙你也太好命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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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我來就好了 好 你來 我跟你講了 刀子跟叉子要分開 然後那個廚藝要放在一邊 盤子要放在一邊 裡面要全部都混在一起洗 晨熙 你在幹什麼 你怎麼能做這些事情 對啊 我叫你不要拿這個 叉子刀子很危險 你是孕婦 不要碰這些 來 我們拿那邊洗洗去 修林 把這些處理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很好 謝謝 陳晨熙 二姐 有東西 二姐 對不起 這是廚餘 早知道就早點來 二姐 你來找我幹嘛 我是 陳晨熙 你們家不只外觀漂亮 裡頭也很漂亮 連地板都是滑對不對 小心一點 你來了 奶奶 奶奶 你來開行儀 你看你們家真是和樂融融 姐妹感情又這麼好 來 坐 快坐 謝謝奶奶 肚子這麼大 好可愛 叫奶奶 沒有了 小姐 你怎麼突然來找我 是不是家裡有什麼事情 家裡沒事 可是我有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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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家出走 為什麼 欣盈 你知不知道那個烏淇淇又多過分 我昨天催她去買個電視 幫我拍攝採房全紀錄 她的表情就像我要逼她去跳江華一樣 她還說什麼 絕對不會陪我進採房 你說是不是很差勁 真的很差勁 這點小信她都不肯答應 你也這樣覺得 對啊 我也覺得這個烏淇淇 醒光真的是烏淇淇 她也沒有想想 我會幫她生這個小孩 我受了多少苦 是啊 是啊 你知道嗎 這個男人就應該多多體貼女人 更尤其是懷孕的女人 更應該秀一秀 妹妹 你真的是好人耶 不像烏淇淇淇 她根本不難理解我 聽得大肚子有多麼不舒服 我平常啊 叫她幫我倒個水啊 拿個東西啊 她居然說 你是懷孕又不是生病 幹嘛不自己弄 是 真是太過分了 你是懷孕的人 真的 我記得我懷孕的人的時候啊 腿也腫了 腰也好痠 好辛苦喔 有些女人懷孕 真的比身邊還痛苦 你怎麼懂啊 你真的瞭解話 你真的是好的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我真的覺得我們女人真的很可憐耶 我們生孩子她也有份 為什麼是我們在受苦 對 現在就要陪我進個採訪 拍個DV她都不肯 我 我真的是欲人不舒服 不要男人 而且 這是一個男人 今天老婆叫什麼 叫霧雞雞喝酒給你了 而且 我是說 我姐夫啊 我記得她有那個 暈血症的毛病 她只要一看到血她就會 所以可能是她不敢 進城房的原因啦 我那麼怕痛 我都幫她生小孩了 她只是幫忙拍她 有怎麼好怕的啦 不是 這膽子這麼小怎麼當男人啊 我跟你講 我從裡面有肩膀 然後她就啊 好啦 好啦 我是說 好啦 不要生氣啊 生氣啊 小孩子會不漂亮喔 而且三七號也會變老喔 不好 不好 好啦 你既然來了 就在我們家多住幾天 奶奶挺你 奶奶 你真的是好人耶 你在這裡多住幾天 二媽挺你 二媽 你也是好人耶 嗯 好 既然你們兩個都支持我 那我就更有信心了 我決定 我要離家出走幾天 給烏淇淇淋一點教訓 嗯 好 小婷啊 趕快去把客房打掃乾淨 要讓鳳嬌小姐住得舒舒服服 媽咪 快啊 快啊 快去 我 好 快一點 我去找人打掃 好 奶奶 好了 好了 我跟你說啊 你住在這邊啊 欣怡啊 她最高興了 剛好啊 你們兩個人都懷孕嘛 對不對 奶奶就幫你們安排去參加 最頂級的產檢 還有最頂級的媽媽教室課程 可是奶奶 我好不容易逃出江湖島 我比較想要參加的是 頂級的人妻叛逆之旅 頂級的人妻叛逆之旅 我怎麼能夠陪她去上這個媽媽教室課呢 光是好好的跟陳欣怡說話 我就覺得對不起你 社長 完蛋了 完蛋大事不妙了 我們的死對頭亮晶晶集團 決定推出新款的手工肥皂 要來對打我們家的傳承呢 幹嘛大驚小怪 又不是沒有別家公司出過手工肥皂 我們家的傳承從來沒有輸過啊 對 但是這次狀況真的完全不一樣 亮晶晶他們本來就喜歡針對我們嘛 對不對 這次他們推出了新款手工肥皂 是連小寶寶都可以用 你看 這不是百分之對我們的傳承而來的嗎 偏偏我們家的傳承最近有 就 又怎樣 社長 機家的歷史 全部都在這裡了 傳承之所以叫做傳承 就是因為 每當機家有新的繼承人誕生的時候 傳承就會換一次新的保障 不夠 距離上一次換包裝 已經是二十七年前的事情 消費者缺乏新的刺激 傳承的銷售量又年年下滑 況且 亮晶晶這次在包裝上面砸了重金 他們找來知名設計師為他們的新產品設計包裝 我是擔心 擔心什麼 你是在怪我 不 社長 我沒有怪你的意思 只是 我聽說 他們已經把新產品的試用品 送給婦產科全為好正常醫師試用了 好醫師在醫界的專業形象是有口皆卑的 他今年還當選了最受病人信賴的醫生 只要是他願意背書任何的商品 對消費者來說 簡直就是專業的品質保證了 社長 我是真的擔心 如果明年再改包裝的話 恐怕會來不及 社長 傳承不能換包裝沒關係 明明我們可以改配方嘛對不對 我們加入現在最流行的精油 我們要換個香味 社長 我們魔法人集團 當初就是靠了我爺爺的爺爺的爺爺 賣這塊傳承手工非到起家的 這塊肥皂幾十年標榜的就是 它的成分是天然純淨 就算連新商人也可以使用 這裡幾代的人都是洗這塊肥皂長大的 傳承對我們公司來說 有著無可取代的意義 社長 你冷靜一點 我明白你的心情 只是如果傳承再這麼繼續虧損下去 他被市場淘汰 進而停產的話 你不要注視他的味道了 你連傳承的影子我們都看不到 喂 奶奶 我真的很忙 我沒有時間陪陳欣瑜去上什麼 好正常醫師的媽媽教室 好正常醫師 奶奶 對不起 我剛剛太忙了 我沒有仔細聽好 好 你說下我的課是嗎 好 我知道了 好 Ansen 是 我們的傳承有救了 馬上幫我準備車 我要陪陳欣瑜去上家媽媽教室的課 好 歡迎各位準父母來參加媽媽教室的課程 今天課程的目的呢 是希望每一位呢 都能當個舒適自在的準媽媽 季太太 季先生人呢 是去上廁所還是 報告醫生 那個 因為我上次不是有跟你講說 我先生他工作很忙 所以他沒有空來 不過我帶我二姐來了 他是我二姐 我就是他二姐 醫生很巧 我也剛好懷孕 而且我跟你說 我肚子裡頭的寶寶很好 也很正常 所以他就是好正常 剛好跟妳的名字一樣 我有沒有很幽默 我 你的醫生好嚴肅 準媽媽在懷孕的過程中 最需要的就是準爸爸背後支持的力量 所以我才希望準父母一起來參加 季太太你一個人來參加 效果會打折扣 對不起醫生 都那個肌瘀器 我們兩個丟掉了 好 我們現在開始第一堂課 孕婦在懷孕期間呢 雙腿必須承受 比一般人還要重的體重 所以腿部的抽筋呢 是常有的現象 但是腿部按摩 是每一個準爸爸必備的基本 我們現在請各位準媽媽媽 兩腿伸直 請準爸爸呢 幫準媽媽從腳踝到膝蓋的部位 以螺旋的方式進行按摩 現在開始 媽媽 謝謝 天啊 對不起 我遲到了 晨曦 幹嘛 看到我有什麼感動 沒有啦 你今天不是要上班嗎 有什麼工作比你重要 而且 每個寶寶都是上帝牽著手 帶來這個世界的 是我們父母親最重要的寶貝啊 季先生 要是你不能遵守時間的規定 我不希望你來上課 如果你真的很忙的話 你現在就可以走了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第一次的印象 對我非常差 可是現在我也在努力改建 不是嗎 我今天放下我的工作 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 至於我能不能堅持到最後 等你讓我參加完就知道了 受刑人出獄完之後 都不應該歧視他 好 不好意思 你也不應該起訴我吧 謝謝醫師 剛才大家都做過腿不按摩的練習了 為了讓各位確實做好每一個細節 我需要有一對夫妻到前面來做示範 好醫生 我們自願示範 沒有啦 你不敢 有什麼好不敢的 是我幫你按摩 不用怕 相信我 大佛 大佛 請七佳代坐下兩腳伸直 首先請季先生幫季太太 從腳踝開始 以螺旋的方式輕輕的按摩 不用了啦 你褲子那麼貴我怕會弄髒 你在這樣人笑話 不好意思 我太太比較喜歡開玩笑 希依 不要玩了 大家給我們示範 來 放鬆 一天一天貼近你的心 你開心我關心 一天一地我都能感應 你是我最美的傷心 等不到雙子座流星雨 灑滿天井 我說過 相信我就對了 最燦爛不一定要許多 鑽石黃金 看你眼睛 有幸福的倒影 把你的討厭 按摩的動作要做得確實 平凡的傻吃 用了心變成經典 存滿滿的心願便利貼 貼成無限 就是我們最富有的懸念 把你的喜歡 每一天 呼吸兩遍 清晰的語言 我的天 彤彤一念 早知道我就不要那麼早嫁給我七七 但我肯定有機會 我太急了 急什麼 怕什麼太急了 好帥 今天的課就到此結束 我們下個個集訓 你們先等我一下 好 余生 謝謝 謝謝余生 謝謝 好醫生 好醫生 今天謝謝你 我覺得我真的學到很多 季先生 你今天表現得很好 我希望你可以繼續下去 孕婦是很重要的 你今天還有時間嗎 待會兒我沒什麼事 正希 你在跟郝醫生聊什麼 是不是寶寶的事情 不是 姐姐難得來台北嗎 你應該帶他出去走走 姐姐 你有逛過101嗎 那捷運搭過沒有 成品 龍山寺 行天宮 這些地方你都要去走走 欣妮 你帶姐姐去到處逛逛嗎 來 這張是無限卡 今天吃的喝的完了 都算我的 不用幫我省錢 等一下我跟郝醫師聊完 我自己會回家 可是如果是寶寶的事情 我也想要聽 不關寶寶的事 我有些私事想找郝醫生聊一下 聊完我自己會回去 好 快走 家族心那麼有誠意 我們跟他客氣 就不像一家人對不對 妹夫 那我們走了 好 拜拜 好 正常再見 再見 走 你到底要跟我聊什麼事 不好意思 方便去你辦公室聊一下嗎 無限卡 親愛的 原來你的名字叫做無限卡 好 我們終於相認了 姐姐笑笑 我跟你說 聽說這個無限卡很厲害 只要波音七世紀有現貨的話 刷這個 直接可以刷一架頭 你說我們要怎麼用你了 無限卡 好 陳欣怡 你也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好不容易來台北 你也笑一下嘛 你們兩個 那個什麼媽媽的課上完了是不是 上完了 我們社長她有趕上嗎 有 對 太好了 有趕上就好了 不是嗎 她如果沒趕上的話 恐怕就沒有辦法說服好醫生 替我們公司的產品背書了 這些不就白費了 等一下 你剛剛說 你們社長會來媽媽教室上課 是因為要叫那個好醫師 幫你們公司的什麼產品背書 我說這位大姐 就算我跟你說了 你懂嗎 business 不好意思 我還有事情 就別 你不要怎麼把話說清楚 我好笨 我還以為陳希真的對我這麼好 原來是為了她公司 幫我按摩 我還差一點就相信她了 大笨蛋陳希 給你這樣男人 沒一個好東西 反正我 你 我的五星卡呢 我 我的五星卡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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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 姐姐以為她也看不到你了 答應姐姐不要再亂跑了 我跟你說啦 從現在開始啊 我們吃喝玩樂都不用花自己的錢 就像種樂透一樣耶 所以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去 刷爆卡 卡刷不爆的 懂我的意思 反正就是去花錢就對了 可是我們不是要去做捷運看龍山寺 小姐 你有問題喔 龍山寺 我們要進行的是叛逆人妻之旅 去龍山寺要怎麼耍叛逆啊 這件事情你不用擔心 我跟你講我已經研究很久了 我今天一定要去一個身為孕婦 絕對不能去的禁忌場所 去給她好好的判定一下 哪裡啊 問得好 我早就打聽到一個台北最放浪心孩的 好地方 不好意思 這是魔法林集團經典商品 傳承的行銷企劃書 好意思 這企劃書你看完了嗎 看完了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我可以替你解釋 企劃書是沒有問題 只是我不懂 為什麼要把這本企劃書拿來給我看 好 對不起 好意思 我想既然您已經對我們魔法林的傳承的歷史 以及它的優點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 那我們就直接說好了 其實今天呢 我們社長來到這邊是想要邀請您 在今年的醫學年會上面 為我們傳承來做個推薦 替我們傳承來做個背書的 背書 沒錯 我雖然不清楚量經典的成分是什麼 但是我有信心 本公司百年歷史的傳承 成分天然 溫和純淨 一定經得起考驗 您放心 我們一定不會白白讓您背書的 這些只是見面禮 價錢好談 只要您開口 一切都沒有問題 我還以為你今天吃錯藥 突然對季太太這麼好 原來是有目的的 前後態度判若兩人 我就知道有問題 我看你今天在課堂上的表情 也是故意演給我看 你知不知道你完全践踏了尊夫人對你的信任 你今天出現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她有多高興 你看到她眼神沒有 你怎麼可以利用她對你的期待 去製造一個好老公的假象 你的行事作風跟你的父子被差太多了 我告訴你 如果季家的傳承是落到像你這樣的人的手上 我為季家感到非常遺憾 好醫生 我想這張路一定有什麼誤會的 是這樣子的 我想我們社長今天是非常有誠意 我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的誠意 我看到只是獲利率 銷售數字 你只懂得賺錢 你只會用錢來處理事情 對我一樣 對你自己的老婆也一樣 如果你連肚子裡的寶寶 都可以拿來當作利用的工具 我告訴你 你根本沒有資格跟我談傳承兩字 不好意思 你這麼說對我來講並不公平 你可以不認同我的做實行方式 可是你不能否定 傳承對我來講的重要性 不好意思 傳承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不能讓它斷送在我手裡 很抱歉 我對你口中的傳承一點興趣都沒有 除非你真正懂得什麼叫傳承 懂得孩子對你的意義 要不然我們兩個沒有什麼合作的空間 兩位請吧 不好意思 那請你告訴我 傳承的意義是什麼 除非你把我的書全部看完 才有資格跟我討論這個問題 只要我把你所有書看完就沒問題了嗎 或許吧 或許我會給你一個請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們再聊 社長 沒關係沒關係這條路走不通 我們換一條路走 這樣子我來聯絡其他的醫生 我看看有沒有人他們願意來幫我們背書的 他才是上過 台幣或雜誌的復刻權威 如果我們找別人來替我們背書的話 那不是百名被讓清清比下去 對 我 我知道但是你看到他的態度了嗎 要不然你說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去把好醫師所有的書都買回來 社長 對不起 社長你剛剛也聽到他說的話 他那句話百年是故意刁難你 好醫生他寫的書那麼多 你真的要把他們全部看完嗎 就算看不完也得看 這是我們剩下的唯一辦法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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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這書都在這裏了 我買了兩套 我另外一套已經包到你車上 你可以帶回家看 辛苦了 請來 社長 周董才來了 他是為了江牧島的買賣 你沒看到我在忙嗎 請不要回去 可是 你看看人家大公司的社長就是不一樣 氣派多大 我們都已經親自登奔拜訪了 人家都說忙得不肯接 周董才 我已經跟正人說得很清楚 這件事情我暫時不打算談 你請回吧 社長 周董才是怎麼出聲你應該很清楚 他不好惹的 我勸你最好別得罪他 正人 要不是我剛剛才請過你的薪水條 不然我會以為發你的薪水人是周董才 不是我 社長 我這麼多求 周董才 您請回報 周董才 你之前說要賣島給我 該不是耍我吧 小兄弟 咱們出來混講的就是信用 你這麼隨便的就違約 以後誰敢跟你做生意啊 周董才 我們還沒有簽約吧 在沒有簽約以前 我隨時有權改變主意 將根本不算違約 你的意思就是不賣了是不是 我那十幾堆的鞏物您那該怎麼辦呢 再一周的時間就運到 要是沒有處理的話 我可是違約啊 周董才 經營一家公司 本人就會遇到各種困難 林唐唐一個總裁 該不會遇到這種小問題 都要我這個後生小輩 教您怎麼處理吧 紀純熙 S S S 讓開 耍我 耍我 紀純熙 怎麼走著瞧 好 總裁 你別走嘛 有話好說嘛 氣存心意 我被害死 總裁 總裁 你別走啊 周董 你還好嗎 我沒事 我沒事 不過 你剛剛怎麼突然變那麼勇敢 誰跟你勇敢 我趕快嚇死了 不是 拜託社長 你家是黑社會老大 你都不怕他萬一把槍掏出來 把刀拿出來 你怎麼辦 把槍掏出來 刀拿出來 我能怎麼辦 當然逃命啊 我不會打架 什麼事啊 瓜瓜社長 那你剛剛在那邊裝猛 你捅到那麼前面去幹什麼 你 廢話 這我辦公室 這一次要拿出來嘛 我忍得很久了耶 你還想教我怎麼做事 沒有沒有 就是說嘛 桌子 誰好看什麼 我瘋掉啦 就是這種感覺啦 我現在已經覺得 我現在已經覺得 我心中的血液在沸騰了 這種懷孕之後 我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烏淇淇 老大今天就給你看 位子太小了 還好 不會啊 阿弟啊 來 你給我挑兩杯 你們電潮最烈 最叛逆的酒 全天下男人 真的沒個好東西 你看我 我 為了吳琪琪懷孕兩次 我 為了她身材走樣 我皮膚變燙 我內分泌失調 結果咧 她根本什麼都沒有體會到 還有你啦 你也好不到哪裡去 老公去上媽媽教室的課 其實是有目的 其實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我只是想說 肚子裡面的寶寶 可以健健康康的出生 純悉她可以保住承諾 手足工廠 我就滿足了 也對了 沒關係 老公不疼呢 還有姐妹疼對不對 來 敬我們兩個堅強的孕婦 一杯 好 那敬我們肚子裡面 白白胖胖的寶寶一杯 乾杯 你 我年輕人 我年輕人來 來 來 你挑剩什麼酒 這養樂多 你其實要孕婦 這位太太 抱歉 你挺著一個大肚子 還喝酒 小孩子如果傷到的話 我們可不負責 對啊 對啊 姐 我們喝酒對肚子裡面的寶寶不好 我們喝養樂多就好了 好啦 今天看在寶寶的份上 先不跟你計較 不然 我們換一個大一點的地方做好了 你看 你的建議很好 好 那我們就去換一個大一點的地方 好 小心一點 大家起來 一起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起來 一起來 Shake your body 一起來 Shake your body 一起來 兩位 兩位 不好意思 我們要錢全部丟給你們 拜託你們去別的地方玩好不好 什麼意思啊 你 你真的很歧視孕婦耶 難道你不是你媽媽懷胎十月生的 因為這個舞池裡面 只有你一個人帶球走 大家怕碰到你都會有閃失 再這樣下去 我聲音就不用做了啊 我 我 我帶球走又怎麼樣啊 大不了我多買一張兒童票嘛 我 要不然這樣好了 本店免費提供你一個免費的包廂 我們到後面去玩好不好 好啊 你看啊 懷孕有什麼好 男人面前沒行情 女人面前被偷情 現在還被當成啤酒踢來踢去 王廢我 我國色天香 我知道 反正你搭著肚子 在那邊跟人家撞來撞去也不好 你說 江母島的事情今天要怎麼辦 蔡馨 你有沒有聽到江母島三個字 有 那個人 他是紀純熙他大哥 對 處理狗屋泥的合約我已經簽了 現在只剩下 把狗屋泥倒到江母島這條路 我說你們社長不會因為知道 我這樣子可以撈一點錢 所以想借機提高價錢 周董財 你放心 既然社長授權我跟你談這件事 我絕對不會讓你的權益 有任何的損失 什麼 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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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純熙居然要把工廠賣給人家 倒廣屋泥 他臟得太可惡了 他還在交螞蟻面前發過誓 這麼早來有事嗎 是關於工廠買賣的事 剛剛Steven周打電話給我 吃飯的時候不要談公事 原來承熙他早上就是在說這件事情 他還想瞞著我不讓我知道 據我所知 這明明談好的交易之所以會取消 這絕對跟社長那個懷孕的老婆 是江母島人脫離不了關係 什麼 他的老婆來自江母島 難怪 那這案子不是沒得談啊 所以 或許我們應該轉移對象 把目標換成是社長的老婆 你要對付你弟媳 你有這麼討厭紀純熙 周總裁 要是哪一天季純熙他出事了 他那個孩子又沒了 季家的單純香火沒了 魔法林就會是我當家 到時候別說是江母島 就算你要魔法林其他的土地 拿來做垃圾場 我全都賣給你 來 我敬你 怎麼樣 他助理說他在忙 沒有碰接電話 放屁 我看到八成是心虛不敢接你電話 季純熙這個混蛋 需要你的所有就利用你 達到目的就忘記承諾 這種騙子難怪只能久待單傳 再加上你現在把他生這個 剛好一家組成一個詐騙集團 不得了 欣瑜 對不起喔 二姐喔 臭嘴巴 二姐講的都是廢話 對不起 不 二姐 你這次說的終於不是廢話了 我覺得季容器這種行為 不只是欺騙江王爺 跟欺騙了我們整個江母島 我們現在就去找他 走 二姐 對不起 二姐 我們要找誰 看清楚 社長夫人御嫁清真 當然是來找老公吵架的 大開 等一下 社長夫人 很抱歉 剛剛社長特助交代過 今天晚上社長很忙 吳劍克 嘿 你什麼意思啊 老婆來找老公還要事先報備喔 什麼 你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我肚子裡頭的孩子啊 可是你們公司 是第十代掌門人的表哥 二姐 兩位先生 我不想要麻煩你們 我知道你們社長在忙 不然這樣好了 麻煩你們幫我把這個紙條 交給你們社長 這樣他就會明白了 你可以利用我 但你為什麼要騙我 拜託你家陳馨儀 他連江王也都敢 騙了 騙你又算什麼 這句話不痛不癢 他怎麼會有Feel啊 比特來啦 來啦 這樣寫好嗎 有什麼不好 這樣他才會有Feel 才會知道我們在內送 拿去 交給你們社長 我們走 我媽要幫你了喔 對 媽媽 我爸變小了 媽媽完了 你是怕誰都不進了是不是 沒關係 來你看啊 現在呢 就把它跟那個大粉色 這樣子搓一搓 好 你看 就把它黏在一起了 你看 是不是就變大了 真的呢 奶奶你好厲害喔 你家內長大 也是要這個樣子 把這個小肥皂呢 變成大肥皂 給你的小胖子用 這樣子的話呢 包括你 還有爺爺奶奶 還有我們技嘉祖宗的肥皂 就永遠都不會消失 就會永遠地傳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技嘉的傳承 知道嗎 傳承 傳承 我們要一直傳承下去 對 黃老師 我有三個消息要跟社長報告 第一個是一個好消息 第二個是一個壞消息 第三個是一個不太好 也不太壞的消息 安森 我現在沒心情替你開玩笑 看得出來 所以聰明的我決定跟您先報告好消息 是的 是這樣子的 我接到封聲 郝醫師的醫學年會明天就要舉行 這也代表著我們還有一天的時間 可以想辦法說服郝醫生在他的醫學年會上面 為我們推薦我們的傳承手工肥皂 這算什麼好消息 那壞消息呢 壞消息就是 今天下午郝醫生拒絕你的事情 現在已經傳到了我們的對手亮晶晶擠到他們的耳朵裡去了 所以他們也打算利用這個絕佳的大好機會 徹底地來說服郝醫生為他們的產品背書 他們也打算利用這個絕佳的大好機會 徹底地來說服郝醫生為他們的產品背書 還有時間就是還有機會 你先去查一下 明天醫學年會是幾點開始 明天一早回去郝醫師家門口堵湯 你先帶一批傳承手工肥皂 到醫學年會的會場去給所有醫生使用 這些我早就想到了 所以我已經搬了很多的手工肥皂 現在已經到我車上準備明天帶回去了 很好 那妳剛剛說有個不好也不壞的消息是什麼 對 我想那隻小蝸牛它好像已經發現了 今天下午你去媽媽教室上課 是為了要說服郝醫生 根本不是為了它 你怎麼知道 她剛剛到樓下說要找市長你 我現在要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把所有好意思的書都看完 我哪有時間去顧到她的情緒 你就保全請她走 車長你放心 她已經走了 不過她留了這個書要找給你 一張便利貼 來 你可以利用我 但為什麼要騙我 我要去夾娃娃 妳要去夾娃娃 妳要去夾娃娃 我要去夾娃娃 妳要去夾娃娃 夾娃娃 市長 市長 我用硬幣了市長 去夾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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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夾娃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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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妳沒把孩子拿掉吧 如果我沒有說我要拿小孩的話 你根本就不會趕回來對不對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嘛 好啦 我承認我利用你這件好一身是我不對 但我也只是為了公司好啊 妳不要介意嘛 好啦 我承認這件事是我錯 可是 可是妳不要忘記喔 我們才剛剛簽過一份離婚協議書 妳該不會以為我真的喜歡上禮 才陪妳一起去上課吧 我當然不會這樣想啊 我既然已經簽了協議書我就會照做 我才不像妳一樣了 妳明明答應不要賣工廠的 結果全部都是在騙人 妳還想把狗屋泥倒進江牧島對不對 妳怎麼知道 妳承認啦 妳真的要賣掉工廠啊 妳可以利用我 妳可以討厭我 妳可以不喜歡我 但是妳怎麼可以騙我呢 好嗎 我承認我曾經這樣想過 妳忘記妳在江王爺面前發過誓了嗎 就算妳不在乎 可是妳做這樣的事情 妳會圍繞到江牧島 世世代代的人耶 妳 妳不會覺得良心不安嗎妳 好嘛 那這件事算我錯好嗎 妳可以把行李放下了嗎 我不要啦 妳不要鬧了好不好 我沒有鬧啦 既然妳可以違背江王爺的誓言 那我也可以不要遵守什麼協議 當妳的什麼太太 反正我不要留在這裡啦 妳不會再無理取鬧 誰違背誓言啊 妳仔細想想 我只有答應過我不財人 我什麼時候說過我不賣工廠 這樣說起來我也不算真的騙妳 我也沒有騙過江牧島這每個人 乖語啦 反正我也講不過妳啦 江王爺會把這一切看在眼底的 他會懲罰妳這個欺騙神明 也欺騙島民的大騙子 妳給我閉嘴聽清楚 妳知不知道妳為什麼懷了我的小孩 因為五六六五七七在我酒裡面下了藥 害我做了胡說事 這整件事情我才能受害著 我才能被陷害的 妳憑什麼在這裡給我打掌聲啊 妳口中那些善良的島民 害我莫名其妙要對妳負責 害我在安娜面前變成了罪人 閃閃躲躲 永遠不知道怎麼跟她解釋 他們毀了我的愛情跟生活 我憑什麼要對他們仁慈啊 好 妳還要走是不是 我幫妳拿行李 麻煩妳小生日走 不要吵到我奶奶再見 陳馨怡 陳馨怡 他們家裡廁所的毛巾都是名牌的 我幫妳多嗆了兩條 我們帶回家算是報仇 好 好啊 妳這個詐騙集團的首腦 妳騙了我們全島的人 還敢欺負我妹妹啊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是這樣子的 妳不知道 妳不知道跟我跑到我房間裡面來 妳不知道幹嘛壞掉我的孩子 妳不知道就毀了我整個人生 好 妳現在走 妳現在走 我送你一張便宜店上面給妳寫謝謝 妳幹嘛這樣講話 從小到小 我都沒有罵過她 輪到妳罵她 騙子還敢欠阿神 妳幹嘛 妳 妳休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是這樣子的 如果我早知道的話 我不會介入妳的人生 我不會來打擾妳 對不起 就當沒有結婚這件事情好了 我希望妳可以原諒我 我希望妳不要生氣 妳要不要保重妳自己 陳欣怡妳幹嘛幹什麼 對不起啊 你瘋了 妳等到我 妳 我還沒辦法完成 我還妳 妳的臭毛已經還給妳了 騙子 等我 陳欣怡 我 是 陳欣怡 陳欣怡 妳就這樣子走了 這樣很不划算 陳欣怡 起來 正人 那個欣怡剛剛離開 妳為什麼要知道那個 薑蒙佩的行蹤 走 走 通通都走好了 休想我們再搶你們回來 喂 叔弟先生 我肚子很大可以要坐後坐 你先等一下打開給我晃行李好不好 是 去碼頭會不會很貴 我錢不知道夠不夠 小心要看多少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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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坐著就走 連一張病一天也不留 這麼晚 兩個孕婦能去哪 紀春希 妳的老婆在我這兒 人生就像一場賭局 不可能把把都贏 不可能把把都贏 我怎麼看不出來 妳有什麼籌碼可以給我 我的籌碼 就是我的勇氣 我連紀春希都敢嫁了 我還怕妳什麼啊 住手 張牧島是我小孩子的第二故鄉 我不會讓妳毀掉他 我老婆說不賣 我就不賣 妳要找的人 是我 不 不要扯到別人 不 不好意思 抱歉妳先聽我講 我這邊有孕婦 她羊水已經破了 羊水破了 那妳只能趕快就地接生啊 就地接生 真的 真的 不要 以後不要這麼多麻煩你們家 好好待著 你們要把孩子生下來 知道嗎 你們放心 我一定不會讓傳承平常 我們去找郝醫生 我去求他 我相信一定還會有希望的 孕育一個生命啊 不是意外 是命中注定 所以你們兩個 一定要珍惜在一起養兒孕育的機會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補償他 讓我的兒子得到最好的 你怎麼造一定是兒子啊 萬一是女兒呢 是女兒也很好啊 沒有所謂 妳剛才沒聽到 妳知道 剛剛今天沒跟我講話耶 不是 我說真的 妳剛剛去那一拍 很帥 那是對的吧 妳剛剛是在投偶的姿勢嗎 等一下 你怎樣 拜託社長 妳不要這樣 妳這樣太不夠明了 我來不這樣 人家是 這樣子嘛好不好 畢肥 這怎麼 我也是中拳 半車卷 三 灑滿天際 先冷染就之前 妳幫她一頂 最災難不一定 要需惡 轉世黃金 看妳眼睛 有幸福的倒影 把妳的討厭摘幾遍送到天邊 平凡的傻事 用了心 全重纪念 纯满满的心愿 便利贴 贴心里面 收集感动 给以后怀念 一天一天 贴近你的心 一点一滴 我都能感应 你是最美的伤心